昨晚临婚前,我在书房写文,老婆入来看我几次,见我仍未写完,最后都忍不住跟我说,她说有两个大妈朋友,其中一个打算买一个价值五千万元的铺位。 于是问其他大妈有没有提议,她这样说其实是出自炫耀心态,有另一位大妈话,叫业主减百分之二,如果业主肯,就可以省一百万,就算减百分之一都省五十万,打算买楼的大妈于是同物业代理说,结果是业主收回,将铺位已同价卖给一个炒家。 哪位炒家最近将物业已高于买入价百分之二十五摸走?于是两位大妈就反目,哪位提议减价的大妈非常委屈话?她只不过是想买平些,省一百万,这样都有错。 老婆问哪位提议减价的大妈有没有错?其实,两个大妈都有错。哪位买楼的大妈为什么要问人意见?别人的意见她可以不听,不能怪别人。哪位提议减价的大妈根本是拿来衰? 业主减价,她又不是受惠者?业主不肯减,好像今次一样,就会被人骂到失魂。老婆说幸好没给意见。 请不停